我们要持续关注的是 国会改革法案大战 下一步可能衍生成 各大立委的罢免之战 立委黄杰他就扬言说 已经遇到很多民众 跟他拜托陈情 然后处理一下 许巧新 处理一下什么意思 有点像黑道的发言 许巧新就说了 活了35年 没听过有人要处理自己 这样的话 处理什么 是处理生鱼片还是牛排 有说要怎样处理吗 还是8加9的那种 我要处理呢 好 亮哥也说了 仔细观察 现在民进党一个战队 已经成型了 民进党的代表人物 变成了画面上 你看到的这三个人 好 第一个就是黄杰 代表年轻赶战 而沈柏洋黑熊代表 就是麦卡锡主义 专抓这个国内的第五纵队 专抓自己人 敢扣帽子 而王毅川就是很敢讲嘛 王羲之 因为经上喜欢 整个党已经建构出了一个战队 我们来听亮哥的完整说法 其实民进党你去想一想 王毅川 沈柏洋 黄杰 都变成现在代表性的人物 那些资深立委跑去哪里 这个就是典型的劣币足粮币啦 就是讨赖金德的喜欢嘛 赖金德喜欢什么 第一就是年轻嘛 黄杰就代表年轻嘛 那那个沈柏洋就代表麦卡锡主义嘛 他敢扣帽子嘛 然后王毅川就是敢讲嘛 就是他连监控对手都敢公开讲 所以所以我说 这个这个你要怎么办呢 那可是经上喜欢啊 经上 那你能怎样 所以所以我说这个这个没有办法 可是可是他整个党已经 已经布一个战队出来 这些人的声音 其他的那些立委不是重点 是他的任务交代 我觉得已经很多人看懂了 就是战斗的队伍到2026 而且连续的戏码会出来 其实国民党要问自己 视线没过你要怎样 复议被否决之后 那你要开始落实这些法案 那民进党就提视线嘛 那他如果说 视线期间我们不遵守 请问你怎么办 我跟你讲 你不要低估这个党 这个党有可能下令 视线出来之前不配合 是 那他们就说这个是 总统跟院长的要求啊 那你就准备对干到视线出来 那至少是三到四个月 我没有看到国民党有这样的一个超前部署的讨论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 对到时候你又看到零星的各自的反应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面对一支军队 一支训练有数擅长做战略计划的一个党 我说民进党 而且他的领导人现在就是一支斗鸡 结果你这边的党主席既不像斗鸡也不像母鸡 我也不知道像什么 好 亮哥就说民进党现在变成了斗鸡蛋 整个民进党变成了一个好像作战部队一样 他就问过去蔡英文 陈水扁李登辉都不敢干这样的事 只有赖清德一天到晚想搞斗争 为什么 因为只有40%的得票率 内心阴影面积很大 所以现在一心一意 就是要在2026拼战 2028拼战都要突破50% 现在是赖清德的唯一目标 好 就看到时事评论员张雨萱他认为 接下来行政院发动的复议案 根本就是个假议题 民进党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罢免这些看不顺眼的蓝色立委 因为现在不少的蓝营 潜在县市长首长的人选 现在都是在当立委 所以民进党就看准了一个一个挑 谁可能出来选2026 谁就挑出来斗 那么张雨萱也帮蓝营点出 绿色的立委们也有三名 可以锁定罢免 第一个是陈俊宇 还有吴思瑶以及吴佩毅 一旦罢免成功 他就问民进党还敢这么嚣张吗 也想问为什么国民党 没有这个志气呢 我们来听 国民党在地方上总共几期首长 有十四期首长 但这十四期首长 有没有认知到说 这件事情攸关自己2026的命脉 我讲一件道理就好了 请问一下今天许晓星 如果在台北市 我们讲个万一好了 他如果万一被罢免了 你讲话你觉得还要选吗 我给你保证2025年 他可能年中的时候被罢免 那你2026年马上就要选 我跟你讲市长不用选了 就直接被毁了 那好好好 那我们退万不好了 他不要挑许晓星 那我们挑洪孟凯好不好 洪孟凯罢免不成 全台湾最高票 对不对 洪孟凯罢免票 如果差一万票就好了 打了他全身是血重伤 请问一下新北市长 他还要不完吗 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们所锁定的标的 民进党不会想这么短的 不会跟你说我2026就是一次 就一定要让你2025年要让你挂掉 怎么样不是这样 他让你重伤也行啊 所有被罢免过的人 只要很接近那个门槛 都是不死半条命 那他今天可不可以锁定这些潜在的 县市首长候选人 毕竟国民党的县市首长候选人 全部都是在立委 立委居多 其他的很少嘛 他一个一个挑嘛 全部都搞死你啊 你2026我看你怎么玩嘛 那2028我看你怎么选嘛 所以今天潜在的危机说 的确蓝跟白加起来 选票比较多 比如说许晓晓他的票员比较多 他拿了八万九千票嘛 许舒嬅拿了七万六千票嘛 对不对 那明明相差甚远嘛 但门槛只有多少 只有五万多票而已 只有五万多 但今天如果许舒嬅的人全部出来 我们有没有有那个自信说 许晓晓的人全部都会出来 国民党我在讲一次 你们有五十四席 你们只要拿下三席 我现在直接帮你点名嘛 陈俊宇烂到一个渣嘛 是不是 宜兰的陈俊宇嘛 他叫陈俊宇嘛 我的名字我就记不得了 他宜兰的立委 那为什么他会选上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分裂 那我再讲一个嘛 我判定这边我也不会言嘛 吴思耀还不是守狗 因为分裂选上的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嘛 是谁 吴佩义啊 不也是分裂选上的 你们去挑这三个就好了 三个下去 请问一下五十七席 民进党还用嚣张吗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这个志气 人家有这个志气说 我可以罢六席 然后我要选六席 我跟你讲 各位被罢掉的 基本上不会再选赢了啦 民众党想走出自己的路吗 民众党下个阶段修法 将提财政划分收支法 蓝白版本被民进党炮轰违宪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更急奔立委黄珊珊的办公室 黄珊珊强调 他只挺自家版本的法案 民进党不挺 就是保送国民党版本 这番话似乎是要撕掉 小蓝的标签 因为日前 民众党的巴西立委 缺席党产案表决 被指示按住国民党 引爆了基层怒火 民众党将财政划分收支法 视为下阶段可能朝野冲突法案 连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17号下午都特别来立法院 跟黄珊珊沟通 主席有交代几件事 民众党一定要清楚地对外宣誓民众党版本 从现在开始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说 说到大家都知道为止 我们会坚持我们的版本 但是如果民进党自己不提版本 他是想要保送国民党党版 国民党跟民众党里头的版本的差异性太大 民进党在才华法的立场上 还是开放 愿意继续讨论 强调直挺自家版本修法 要切割国民党 不愿再当小兰 但民众党巴西立委缺席 党产案表决 暗住国民党 不但引爆了基层反弹 连自家立委陈招姿 也吐心声 想进去投反对票 民进党总招 柯建民也在脸书批评 柯文哲对不起蒋卫水 干脆跟黄国昌两人 提早下课 让党内民主萌芽 柯建民对不起 全部新竹相近 对不起民主前辈 你跟你二十年前的样子像吗 为了国会改革 和民进党走得太近 党内杂音不断之际 在传民众党将导入 过去柯市府首长互评机制 党内看法良机 恐怕沦为友谊大赛 毕竟谁敢对柯文哲有意见 他民众党也不是北韩 任何的这个干部有相关的意见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相关的机制 也不是民众党发明 台北市政府 我们常常在互评 我们每个都评过柯主席 柯市长 对然后他刚刚还开玩笑说 他每次都输我 用谈笑风声轻描带血带过 民众党内却早就浮现了认同危机 在导入互评机制 只怕是让中央跟地方 距离越来越远 记者黄家瑋 蔡平方台北财导报道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够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